哈喽大家好 声音效果怎么样 听得到吗 本来平时我们都是在那个多媒体房间里面 开始的 但是今天我看太阳比较好 所以我就到我们后院的地方来了 本来今天是请的那个大社国际的一个嘉宾 但是 昨天是大社国际的那个叫什么 信息 InfoAband 就是什么 就是昨天晚上就向大家介绍大社国际的情况 也是吸引新会员 所以他们忙得很晚 然后昨天气温骤降 突然降到了临下 他们又受冻了 所以就感冒了 今天没法来了 我今天决定还是接着讲这个 把上次那个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讲完 要不然多少时间 我自己昨天也睡得很少 我昨天是 先是练功夫练多了 练兴奋的 然后我就研究那个欧盟的法律 欧盟的法律比较复杂 牵涉到很多方面 本来很困难 强迫自己研究 研究了 头昏脑障的 最后到最后 到了那几点 就跟跑步一样 过了几点以后 就不再觉得 头昏脑障的 反而过度兴奋的 然后睡不着 我又看了个电视 叫 奥特诺坏 那个 中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对应的那个词的翻译 就是说你现在 应该没有 中国好像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它是古 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 它是古罗马 古罗马法里面的一个 一个一个惯例 或者传统 就是某人 有国王 或者是当局 因为古罗马的时候 还没有国王 那是共和制 宣布谁 在法语中叫 自由飞鸟 英国就是 外出嘛 诺就是法律嘛 就是在法律之外 你就不再受法律保护了 就因为有个人 他们决定反抗 这个苏格兰 就跟了 William Wallace William Wallace 他同时代的人 就是罗马特王 好像在那个勇敢心 勇敢的心里面 是罗马特好像是 受他父亲的 欺骗 出卖了 不好意思啊 出卖了那个罗马特 但是这个片子里面就是 因为罗马特去世了 人民不再愿意接受 英国男的统治了 所以这个 罗马特他就 也即使 趁势就 请他反抗 英格兰的统治 因为人民 他不反抗 他就实际民心了 但是大家都不愿意 跟他一起反抗 而且他受到了偷袭 就剩下50个人了 又受到一次偷袭 又剩下40个人了 而他们坚持不懈 就到各地 苏格兰的各个地方去游说 就各个领地 游说大家跟他一起 反英格兰 就因为他们利用这个 当地的地势 因为他们很多 那个泥林那沼泽啊 就是地区 就把英格兰军队打败了 所以他们苏格兰就获得了独立 但是后来几百年 三百年以后 他们又给英格兰统一了 因为那都是小地方嘛 互相联姻 他儿子又 又同时起到英格兰 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了 所以就统一了英格兰和苏格兰 这也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历史纠葛 我当然看到也很兴奋 人家几十个人就可以到处游说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这些活动人士 就不能到处游说的 联合起来 所以这也很重要 我觉得很兴奋 然后我还是在看另外一个电脑 因为昨天也没时间 去打印新加坡的资料出来 另外一个电脑比较老旧 在阳光下效果也不太好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给大家看看我们后院 这个墙啊 这个墙就是 看到没有 这个墙啊 就是我们隔壁的啤酒厂 看不到 在楼上 墙上很漂亮 这就是我们的后院 怎么挑呢 现在就在落叶了 突然降温 然后这菜园 我种的葱 韭菜 中国韭菜不错 中国大白菜 就是我们的北方那种 不值钱的那种大白菜 然后据说也值钱的 什么也长到多少元一斤呢 以前就一分钱一斤 或者五分钱一颗 然后就是还有什么 这几个菜这边很难找 然后就是他们这边大白菜 就叫中国大白菜 西纳扩了 扩了意思也就是煤炭啊 或者钱的那些意思 西纳扩了 西纳就是中国 院子还是很漂亮的 中的西红柿啊 各种那个德国调料啊 这德国调料我觉得并不好吃 也不香 没有不如中国的调料好吃 这里大家应该看到那 西纳扩 是什么 还是就是 Pieterzini 像香菜也不像香菜 那些像什么 金爱也不像金爱 反正就那些东西 OK 现在我们就 室内温度现在很低了 这是我 鼓标 我来找一找那个资料 事情听得到吧 希望能够听得到 今天还是跟赵冠礼 下个星期我也通知了 那个下个星期要推小 因为那个屋在他的时区 跟中国的时间差别比较大 如果中国国内晚上八点的话 他那还太 时间不合适 太早 所以就 希望大家注意下次 我到时候还会提醒大家 那今天我们就找到这个资料 新加坡的新加坡上次 讲了多少页 讲了 讲了一 哦 我在这里边 讲了三十七页 好像一共是多少 七十页还是多少 六十七页还是多少 讲了一大半 这个老电脑它就不怎么智能 所以你得找东西的一个一个的点 南亚 OK 新加坡 这还有北韩 新加坡 然后还有 中国 大家想听听中国的吗 还有日本的 新加坡只有一克 北韩的一克 然后中国两克 亚潘 日本两克 然后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还有这个南亚的 就是各国的合作 关于这个 国家安全的合作 当然没有中国 这主要是 中南亚国家的 那些国家联盟 然后还有这个 国际贸易 和金融 也是关于亚洲的 南亚的 东亚的 东亚包括日本啊 中国啊 但是他没有讲蒙古 蒙古毕竟太小 然后这个 地区主义 东亚的地区主义 然后就是 还有什么 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 然后还有就是理论和 叫什么 concept 菜单 翻译 就是 嗯 策略吧 你能够策略 然后还有一课 就是这个 笼统的东亚介绍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讲一讲 我就先把 新加坡的讲 新加坡很多 国内有一些 共产党的五毛 宣传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模式是一个非常 当然比中国现在要好 全世界范围来比 它是一个很差的模式 我们今天就还是 接着上面的讲吧 上一次的讲吧 嗯 怎么这么慢呢 脑电脑 对我在这里 我把那个 大家可以到时看那个 直播地址 就可以看那个 我推特上的通知 然后等一会儿 就是这个讲完那以后 就是讨论的 什么讨论环节 讨论环节 大家就需要下载一个软件 叫zoom 或者是叫 德语叫zoom 英语叫什么 zoom zoom 还是zoom z 我的车 我的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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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m g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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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最好 加上一个 download zoom g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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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可以直接根据你的语言下载 你可以 应该也可以选择语言 然后现在打开了 我们看37 上次讲的37 这些 demokrat籍的 准备 好 OK 那就是 就是说新加坡的 它这个就是突出的 或者杰出的 经济方面的成就 就是不仅仅是 他们的系统性的 体制性的 就是值得关注的 而且是一个就是 有前瞻性的 一个国家政治 就是从这个李光耀开始 就说这是对李光耀的表扬 当然领导一个城市 就像一个小地方的市长 这应该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而且他也有真心 想管理好的 但是毕竟还是他把新加坡当自由裁判 没有搞什么民主 没有自由 这是不大好 然后再是第二点 就是说这个李光耀当时 接受这个国家的时候 或者接受这个管理政府 管理政府的时候 新加坡就是 这个制度构建方面 就有很多问题 或者国家建构建构成方面 比如说这个严重短缺的住房 然后就是高时间率 还有这个缺乏 叫什么 生资源 就是叫什么 自然资源 矿啊 油啊 这些 然后就是 李光耀在1900年 将1990年 将他的这个 叫什么 选拟或者办公室 交给那个 国库通的时候 不知道他叫什么 新加坡已经是这个 南亚中站 在南亚就是公民经济中 或者是国民经济中 站重要站领导地位的 就是 新加坡已经从一个发展中 上升成为了一个就是工业 工业叫什么 工业经济体了 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叫什么 知识经济体了 就 他毕竟地方小嘛 工业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发展 就是 这个智慧性的经济 生活水准的标准 生活水准 就是 在什么 在运作和这个竞争方面 运作应该就是指他这个国内的 国内的经济啊 社会方面的运作 正常运转 然后 这一个叫什么 市场经济 然后 这个腐败啊 在他们国家是 收到的 就是什么 很 占很小的比目 或者是他们受到腐败的影响很小 就是 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 之一 自从李王耀以后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就没有什么改变 第一个就是很强的这个 行政权力 或者政治方面的行政权力 控制了政府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各民族和 各民族的利益和他们的这个信仰之间的平衡和和谐 和和谐 这个在新加坡也很好 然后 然后公开 叫什么 灵活 公开性和灵活性 就是通过他们的 前面提到过的他们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 超强的竞争力 然后他们就是 叫什么 形成了他们经济的开放和灵活 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强的竞争力 就是他们这个 叫贸易啊 贸易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由贸易了 以前倒不是的 以前就是阻碍贸易 应该是 叫什么 自闭关联吧 然后 就是非常强的这个 安全政治 就是国家安全 估计他们这个没有详细说 就是安全政治 应该是他们国内的这个秘密警察 或者政治警察的权力也比较大吧 比方说那个 那个提评李显龙的那个中学生 也被酷刑 被送精神病院 应该就是他们这个 上面一个体现 然后就是对这个 犯罪力量 犯罪和恐怖 恐怖分子的作战 也非常 有效 或者是比较投入 比较大吧 就是这个新加坡啊 在这个和周边国家的 像这个南亚呀 东亚呀 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也护理得很好 通过这个双边条约啊 多边条约啊 你看他进入这个 ASEAN ASEAN 就是东亚国家的联盟 然后东亚加三 就是加中国日本 还有一个是哪 我忘记了 加韩国 或者是澳大利亚 美国 什么种的 然后就还有这个 东亚峰会 不知道哪些国家 应该有中国吧 然后就是他们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他们就是 非常明确的 就是提出了 在他们 因为他们是没有 这个资源 资源匮乏的小国家 但是他想在这个 南亚 东亚这边呢 稳住 保住他们这个 经济上的领导就有 然后 新加坡现在 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 现代的 以经济为基础的 经济体 以知识为经济的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 然后就是 一个叫什么 中转点 以前的香港的地位 就是 中转 中转 叫什么 中转码头啊 或者是转运站 国际户物转运站 户物啊 包括这个 金斯奈丛 就是服务 第三产业 然后就是 40多么 就是这个 叫什么 财政 叫什么 叫什么 资金流 资金流 然后就还有这个高科技 然后就还是那个教育中心 新加坡也呢 努力就 招收 从外地 招收学生 像中国啊 有些东南亚国家啊 马来西亚啊 印度尼西亚啊 这些国家 他们很多华人 就去新加坡 上去 他们非华人 嗯 然后就是 法律制度 和人权 这个就是大家 要关心的了 然后人权 在 就是 叫什么 文字上 或者是 形式上 人 新加坡的 叫人权 是在这个 新加坡的宪法中 它是 通过 基本 目录 予以保障的 就是 文字上 或者形式上 予以保障的 就是 但是政治方面的权利 特别是这个 集会权 呃 言论自由权 和媒体 自由权 就是受到严格的限制的 所以 跟中国差不多 然后就是 刑法目录 他们就不叫刑法点 或者是 就是 就是 新加坡 他们就是 还有这个 死刑 但是 但是在2012年 他取消了 曼达托贵 是托子 十大 我不知道这个 什么 什么 我要查一下 这个单子 我忘记了 三年前 学的 曼达托贵 嗯 你看 强制性的死刑 什么叫强制性的死刑 不知道 这个 大家可以查一查 反正就是 他们还有死刑 这是在 在文明国家 就是受到诟病的 嗯 编刑 这个也是很野蛮的 从穆斯林而学来的 然后 Hart Hart Staff 那些的 哦 就是 对这个 轻微的 与毒品有关的行为 他也受到了 一个非常严厉的刑事处 也是对人权的侵犯 他们也跟中国一样 就是关于这个 内部安全事务啊 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 政治安全呢 他们也是跟 中国的一样的 就是没有这个 法官的 判决 没有法官的命令 像这个 一般的 呃 法治国家 警察要搜查 抓捕 都需要 经过法 法官 呃 签署的 签署 签署叫什么 逮捕令呢 搜查令呢 就是 签署 签署命令 警察 警察 没有权力 他这是行政机构 他没有权力 剥夺人的自由 侵犯人的权力的 但是新加坡 新加坡 他这个不需要 法官的这个批准 他们就可以把人 呃 控制啊 或者是叫什么 让人失踪几年 你像那个学生 被送去精神病院 那就是警察 做 被托分 就是说 如果这个 遭遇他们这种行为的人 或者这个 这个执法对象是 呃 所谓的危害 国内安全的 或者国家安全的 就会是 被强制控制 几年 不仅仅是几天 或者几个月了 嘿 大家看见没有 后面一个松鼠 这个松鼠天天在我们这儿 我以前在呢 羊台花盆里面 种的 花啊 什么呢 种子都被他偷吃了 呵呵 嗯 这个是 在新加坡 这个通信关系 也是受到刑事处罚的 嗯 就是你拒绝服兵运 也要受到刑事处罚 在德国就不一样 在德国现在是 叫什么 职业兵 职业 叫什么 兵役制 就是不是 以前是义务制的时候 就是你不当兵 你可以你可以选择社区服务 你去免费从事为国家服务 或者为社区服务减免 或者是 多长时间 半年 或者是 现在改变了 现在没有强制命运制了 但是新加坡还有 那么开因 靠工夫 这个有意思啊 新加坡就是禁止卖肯阳糖 但是 除外 但是 有地外 他们可以买这个 含尼古丁的可氧糖 估计也是 因为他们对着什么 鲜 后边是鲜着很严 就买这个 这个槟图估计有点像吧 上野的玩意儿 然后经济方面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特别或者首要的 就是从工业和服务业提供的 有这两项提供的 2013年的时候 第二产业 就是工业嘛 就是25% 然后2006年是32% 但是有所下降 那后来更偏容易服务业 像金融啊 贸易啊 这个叫什么 知识经济 然后呢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 就是服务业 就占了75% 2006年是他这68% 就他这上升了7% 然后那个 叫什么 第二产业就是下降了7% 正好此效逼着 你看他只有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没有别的产业 第二产业 百分之二十五 第三产业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八 然后这些 非常非常非常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服务业在这个国民经济中的高比例啊 就就就表明或者是说明了这个新加坡啊 它是这个城市国家 城邦国家 城市国家 它就是成为了这个贸易中心和这个 这个叫什么 交交交交通中心或者叫什么 就是就是叫什么 不不仅仅是这个在东南亚地区 东亚地区也是在世界范围内 就是什么成为了贸易和教育中心 然后给亚地区和 亚地区和亚地区 他们的爱 我们也给亚地区和亚地区 最新的新加坡 才让我们自己 比较为美国 我们就可以 在做的一个应用 就是因为互相之间的这种竞争的 就是叫什么 介于新加坡和世界 新加坡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 然后就是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新加坡 为了就是在这个 自己和世界经济中的竞争 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另外一个也是为了 就是让大家更容易记住它 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它就把自己定位为 定位为这个 有个人是刚才过来 研究和学术教学 然后就让它比重 也是图出自己的特色吧 然后就是这个岛国 前面称到城市国家 现在称到岛国 它们就像这个岛国 从外形的standort factors 在这个系统 从变化和形式的 与这种 与这种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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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的这种 这个岛国新加坡 它这种特色 前面说的那种特色 就是软叫什么 软实力 就是 就成为这个很多国家 在这边设立分 叫什么 很多国家的公司 这个教育机构 还有这个工业 就是在那边发展 叫什么 成立自己的分公司 或者在那边建立据点的 一个 就是一个重要 一个叫什么 比较理想的地方 然后新加坡 它还在一直强化这方面 像这个 自由啊 文化啊 还有这个 叫什么 娱乐啊 这些都是 这方面就跟中国有点相似 像这个自由啊 文化啊 还有这个 娱乐啊 就是为了 强化到国家的经济 为他们国家经济服务 就不是真正为了 他们的人民 就是外国人 享有更多自由 就在这些交往这些活动中 就强化自己的 世界对 世界对自己国家的 叫什么 认识和了解 认知和了解 库大自己的知名度吧 另外一方面 强调自己的特色 就是 identity 就像这个ID ID card 就是 叫什么 身份认同吧 强调这个国家的身份性 因为这个自从70年的新加坡 亚洲四小农发展起来 当时借助工业 但是随后 因为它毕竟太小了 它已经无法在工业方面和中国 这个亚洲的后期国家进行竞争了 就是 所以它现在就 将注意力发展 放在这个新的 叫什么领域 像这个 银行经济啊 还有这个贸易啊 就得到特别的加强 然后这个 叫什么 biotechnik 叫 叫什么 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和这个 教育领域 也都在扩展 怎么回事 然后出现各种问题 然后就是 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就是他们 比方说他们建立了 这个新的城市 叫什么城区 就是生物城 用的有这个 古希纳的语 Polis 这个在好像在 北欧语言里是警察的意思 然后另外他们这个 可以容纳就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 十千人在里面工作 然后就是对面就是他们建立了 这个一百二十千 十二万平方米的一个 巨大的研究中心 用来研究 媒体和这个信息 媒体和信息科技 然后就是这个 新加坡的这个 基本问题和 机会 爱因vehcolons 地克塔图 爱因vehcolons 地克塔图 一个发展中的 极权国家 然后就是一个 独裁的系统 佛也根的 就是极权主义 它的这个导致的后果 然后 Wanderlons Tendens 就是变化的趋势 就它这有一个 叫什么指标图 就是 Enterviklons 地克塔图 Authoritarious System 看得见吗 就是发展 的发展中的 发展 叫什么 发展经济体担 同时又是一个 独裁的 然后就是 另外又就是 什么 集权的 然后它有些指标 比方说 Total Seeds Context Seeds Change InVote for PAP 就它这个 体现它这个 议会里面的席位 你看那1955年的时候 它当时议会的席位 只有25个总席位 就是议院里面 只有25个议员 它这个人民 叫什么 行动党 占25个 百分之百 哦 不对啊 这个我说错了 哎呀 是奇怪啊 Total Seeds Context Seeds 清一届 1955年 是第一届 所以就没有改变 当时他们这个 总席位是 25个 然后就是 叫什么 反对党 22个 新加坡就只占 8.7% 对这个事 有意思吧 然后就是 然后总席位是51个 然后就是 新加坡就 就就就就就 占了多少 43个 然后反对党只有8个 然后1963年 21个席位 但是这次新加坡的这个 这个 得票率降低到7.2% 呃 他就 反对党有14个席位 然后1961年 是58个席位 总席位 然后这个 反对党没有 然后1972年 从这个1968年 到1976年 1976年 就是当时 共产 中国 苏联最嚣张的时候 对 可能这个 给新加坡造成的 造成的 新加坡人民 或者选民造成的恐惧 他们愿意就是 国家由一个 强有力的政权 或者人物控制 以免这 共产党 趁 叫什么 叫什么 趁虚而入了 所以就是 没有一票 没有一个反对党的 希望 四届 然后1984年 1981年 这 不论 啊 这1981年 这是 可能是一次 叫什么 遵选 这就 遵选 可能就有一个人缺席了 或者是死亡了 什么的 有个议员 补选的一个 补选的 也是这个 人民行动党 然后到这个 1984年 就议会 医院席位 就增加到79 反对党 只有两个 1988年 81 反对党 一个 1991年 席位 还是81 然后这个 反对派 就非执政党 非 人民 行动党的 四个席位 1992年 就是 1997年 反对党 是两个 2011年 2001年 然后 国会里面 席位 增加到 84 然后反对 党派 两个 2011年 又增加 三个席位 就是 国会里面 总共有87个席位 还有那个 反对党 反对派 就反对 反对 党 在野党 就有六个席位 就说明新加坡 还是比中国好一点 就还反对党 就是操纵选举 这也是一个问题 它有个国内安全法 就是限制到这个 叫什么 社会组织法 就是叫什么 成立组织 民间成立组织的 然后就 限制 言论自由 叫什么 个人表达意见的自由 然后就是这个 游行示威的权力 抗议权 就限制了 然后就是 媒体也是 受控制的 单一媒体 是全部由他们的 执政党控制的 然后 就是这个 执政党 人民 行动党和这个 国家机构 它就慢慢就 融合了 混淆不清的 就跟共产党人 什么一套班子 四块牌子 什么 人大 政府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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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 还有什么 都是他 都是他那些人 都是共产党自己的人 而且他们对这个 不要脸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 反正 民法上的 叫什么 起诉 就想起诉他们 你想你执政党 掌握着一切资源 你对他们进行起诉 在经济上脱口 当然比共产党 要好一点 共产党直接就把你的 工厂没收了 或者财产没收了 把人抓了 这就 房产没收了 他们毕竟还是用一点 这个法律途径 就他把你这个 叫什么 公共资源的援助啊 或者投资啊 和你这个投票行为联系在一起 如果你投 你投这个 他们这个党 执政党 你就会得到这个 政府资助 或者是投资 资源 叫什么 叫什么资金支持 发展经济 也比较恶心 跟共产党一样 中国共产党 他们的这个竞选 很短 只有九天 就是在最后一正式选举之前呢 他只给你九天的时间的 宣传 或者是叫竞选 竞选时间 你九天你能干嘛 像美国就是持续 最后一正式选举之前呢 他只给你九天的时间的 宣传或者是叫竞选 竞选时间 你九天你能干嘛 你看美国就是持续一年 持续一年多 其实在这之前 他就已经在通过各种方式 在宣传 九天根本就来不及 做什么事 你平时只能看到 政府的那些人在活动 手面块 就是他们自己的人 发展独裁 叫什么 独裁 然后就是 然后他们这个 政府 就是政府机构 然后国家机关 国家工具 准确的翻译叫国家工具 然后经济方面 然后还有这个党派 他们都是受到 这个党派的控制 空中的 你的一个 就是他这个就 对这个工会 也有很强烈的限制 前面我们说过 上一次我们说过 他们这个 他们的工会 然后就是 他们的这个 工资标准也低 你的一个 也是为了 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所以 很多人说 新加坡好